PS5 Pro都发布了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认为索尼不应该出Pro 还说不如等PS6 我还看到很多评论说 PS5没有独立游戏 没有独占的优越感就不买Pro 还有人说PS5 Pro性价比低 不如买PC 那么这个视频就聊一下这几个话题 欢迎各位一起探讨 之所以提出上面这么多问题 他们可能不了解PS5现阶段的对手是PC 任天堂 自己在那玩 微软也就那样了 如果不发布PS5 Pro 只靠PS5在未来两三年会很尴尬 现在连4060显卡都打不过了 我说的就是那个黑猴子 今后全平台的游戏会越来越多 索尼虽然有一部分限时独占的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不够强势碾压PC 之前玩家玩游戏挑选平台 不差钱的首选高端PC 预算不多 注重性价比的选PS5 既便宜又省心 我之前算过一台PS53000 玩游戏的效果和配备3060Ti想卡的电脑相当 当时这种电脑的价格是五六千块钱 PS5还是有优势的 但是今年变了 比如黑神话 一台配备4060想卡的电脑也就4000多块钱 游戏体验比PS5要好得多 但仅限于这个游戏 但也保不齐今后这种游戏会越来越多 更何况最近PS5还涨价了 从3000涨到4000价格优势也没了 未来不好说 我猜索尼也会有这种担心 预算有限的玩家也不会选PS5投奔PC去了 PS5的手机架构师也说了 PS5游戏要好的画面就只有30帧 要流畅的60帧画面就会丢失很多细节 这个很难选 这也是PS5 Pro发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有了PS5 Pro就不一样了 PS5游戏的那个画质模式 那个画面在4K屏幕上绝对是够看的 即便是黑猴子 黑猴子的画质模式的画面也是相当不错的 大概是PC的中高特效 好 说最后一个问题 有人说PS5 Pro价格高 性价比低 不如买PC PS5 Pro的定价是5000多 这个价格可以装一台配有4060Ti显卡的电脑 那么PS5 Pro和4060Ti电脑比还是有优势的 比如4060Ti玩黑神话武功 这个游戏对40系显卡优化够好了吧 开了DLSS 4K分辨率中低特效 跑不流畅 但是上面说的那个黑猴子的PS5版 那个画面模式相当于PC的中高特效 4K分辨率的画面是够看的 再加上PSSR拉到60帧 又有画面又有流畅的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更何况黑猴子这游戏PS5版 优化的不是很好 还有很多的优化空间 我觉得PS5 Pro加上游戏厂商 对新老游戏的优化跟进 在未来的三年还是可以和PC一战高低的 那以后就这么选了 有钱的还是玩高端电脑 PS5 Pro主打中端 比中端电脑在4K分辨率下体验要好 PS5主打低端 到时候降到2000多块钱便宜又好用 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索尼的独占游戏上PC 大概是从2020年前后开始的 也就是PS5发布那年 没有独占就不买PS5或者PS5 Pro 这种想法没有对和错 人各有志 看不惯索尼独占上PC的政策 怀念之前那个时代的独占政策 这个也无可厚非 不过这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索尼在那次拐弯的时候 会掉落一些索粉 也会让一些索粉难过 我们不要拿着20年前的规律去看待现在 我们也不要拿现在的规律看待未来 未来的PS6有没有Pro 现在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